剛才跳電 待會兒在維修 方議員 我們開始執行 執行時間45分鐘 開始 好 謝謝主席 市長 還有我們事務的團隊 大家都辛苦了 以及我們一位同仁 新聞媒體 還有電視前面的視頻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本身 最近兩件比較有爭議 大家都在政論不修的事情 大家請到市長 就是地價稅和核災食品的東西 第一項請到市長 目前我們在廣大市民朋友裡面 地價稅可以說是政論不修就對了 抗爭也非常的多 有些漲幅甚至超過一倍 市民朋友很多都沒辦法接受 有些甚至都繳不起 還要賣主產來繳地價稅的 當然有點誇張 但是事實 但是這也是市民的心聲 我相信市政府這一次 我們地價稅進漲也不少 但本市還是希望 市政府能苦民收苦 尤其現在的房地產 正處於一個非常低迷的狀態 照理講根本就沒有上漲的一個空間 本市 簡單來舉一個例子 來跟向市長來建言 他就是四年前 在高雄市 花了240萬 買了一棟五樓的公寓 大概20坪的公寓 大概有35年的老舊公寓 本來是要給小孩子住 市長也許看似沒有問題 但當他收到地價稅的時候 他總共要繳9000多塊 一間老舊的老公寓 土地池溫不到五坪 就是要繳9000多塊 換上一坪 大概他的地價稅就要2000塊 只要2000塊 大家都在追求公平正義 市長你也是 難怪我們市民朋友在抗爭 也許市長會說 地段好啊 多繳一點 那個死不了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 他想把房子賣掉了 前兩天 他跟我說 有人出價190 240的成本 現在出價190 那個買主給他說 超過200萬他就不要 大家知道 國際五樓一定沒有什麼價錢了 但是市長你想想 房地產這麼不景氣 四年前買的240萬 現在只剩下190萬 更慘的還在後面 這四年當中 我們市政府不斷的一直在調整我們的公告限制 四年 四年 將下來 公要繳 50萬的 將近50萬的增值稅 將近50萬的增值稅 換算一坪土地 大概也要10萬的增值稅 等一下我再讓你解釋沒有關係 一間240萬的土地 一間240萬的房子 本來他講說 也許買到便宜的 他這一間是法拍屋的 也許他講說買到便宜的 但是呢 將三扣四扣的 加上高額的增值稅 剩下140萬 還沒有扣到讓些雜值 他遇到的問題 相對一般的市民朋友也會問到 本期想請問市長的 針對這個問題 這個個案 假如是你的話 你的心境會是如何 市長是不是 我們回答一下 市長回答 謝謝方議員 感謝方議員 關心地價稅的問題 我想地價稅 我們高雄市在六都裡面 我們是減第十第四 漲幅的程度 倒數第二 我們整個 還是依照來政府要求 來政府看你市政府 你地價稅如何調 這個牽涉到他未來中央 我們對於一般補助館 就是中央要補助地方政府 要看你地方政府自己 地價稅如何調 作為他要來支持你 這樣的一個補助款多寡 這是一個條件 所以這個部分 內政部在88年 他們有公函要求 各縣市政府一定要調 地價稅 我們地價稅會調 都是這個地方市政府 有很多公共建設的投資 一般主題 我現在跟我們的房議員報告 我們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七點八 就是說你自用住宅的用戶 跟一般土地的用戶 減這個 整個高雄市地價稅 百分之九十七點八 它調伏的程度 跟去年比起來 一個是一千一百二十一塊 跟一個普通經過 過去去年一經過 一個是三百二十四塊 一個是一千九十四塊 這個資料我都可以讓房議員 這都很明確 但是糾索 糾索用雷進稅利 就是說 這個地方 雷進稅利的計算 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 市政府都有很多公共建設 這是差不多 幾月來說 差不多1.8 很糾索的人 如果很糾索的人 他要來交我們地價稅 有困難 我們可以分市 可以延後 這個部分 我們都管理幫助 今天我們高雄市 跟百雅市 比起來 我是覺得 我們今天是高雄市 有主用的主體 跟一般的用戶 土地用戶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七點八 都是去 三百二十四塊 跟一千塊九十四塊 很多人 調很多 很多 市政府在那裡 很多公共建設 這個部分 合理的條件 我覺得 這都是 透明公開 如果 本議員 所提起 個案 有困難 我相信 我們在調整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如果說 這個地價 它有情價 它價落寬 這是合理的 相對 它的處境沒有情價 你叫它落寬 這時候 相對 對它來講 它就感覺很委屈了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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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市民朋友 那位是 他做散落下來的 他根本就 你告訴我 不是他原來就賺了 他 有些 你說 今年加一百萬 明年加兩百萬 也許增加他的一百萬 你看 他 有時候會落不去 對不對 他 吃頭路人而已 因為不會做散落 給你增加的這個部分 對不對 你總是不可以說 你 有地人就有多了 對不對 相對的 當然 你有土地價叫高 那是合理的 但是那個漲 我們希望是微調 不是一下子 是加倍的一個漲 你如果一家 你如果說 一家 多漲 10% 20%這樣漲 也許他有人力馬上去應付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如果說一家 你如果漲到一倍 一刀 一料一百萬 你兩百萬 你要看 你看一百萬 就沒得到 根本就來不及應付 對不對 所以針對這個東西 我想說 市長 我再請問你說 相對 針對我們的地價稅 這個部分 抗爭也不少 這代表說 我們市民朋友 真的 已經達到 受到 很大的壓力了 他才會去抗爭 也不會說我們的市民朋友對市政務的團隊 他們都非常的讚賞 所以代表這一定有問題 所以市政務,我是要請教你說一個簡單的問題而已 美尼到底有下降的空間沒有 有沒有,你確實回答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市長,請答我 謝謝主席,謝謝方議員 我們的公告地價是經由,也不是市政務自己決定 我們有一個地價評議委員會 針對高雄市38區 每一個地價每一個地方調整都不一樣 每年我想三年調一次 那明年的部分我們不可能調漲 那我剛剛跟方議員提到 個別的個案,如果他認為有委屈 如果他認為這個部分是自用的住宅 這個部分,我認為我們的財政局 可以個案上來協助 但是在我們所有高雄市 租用的租貼的用戶 跟一般土地的用戶 和它的比率都很清楚 並沒有大幅度的調漲 我剛才說一般用戶跟去年比起來 調漲34元 一般土地這差不多 1,594元 這對所有用戶 如果有土地沒有增 有土地如果因為政府的公共建設 讓這個土地大幅度的增長 或者漲價 我會覺得有些部分 我們來調整它的地價稅 這個也是應該合理 譬如市政府在中、中、中、都 中、都過去是高雄市 幾乎非常落後的地方 現在幾乎是非常進步 從這個部分 我只是跟方議員提到 我們願意重視你提到的這個個案 那我們請我們的財政局來協助 好嗎 好,謝謝市長 會講那麼多 我只是說希望你能聽得到 我們市民朋友的聲音 當然你有適用你的考量 只是說希望大家 苦民守苦 站在市民的一個角度 大家都想想 接下來我的議題 還是我們核災食品的一個議題 最近我們為了這個核災食品 大家也是爭論不休 其實大家為了我們市民朋友的健康 相信市長 跟大家都一樣 非常的努力 再嚴格的把關我們日本的一個食品的進口 尤其311 這個日本大大地震 這個核島這個核廢料的這個水 到目前為止 市長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在繼續在放流我們的海洋 所以不只我們食品內不能吃以外 這包括我們這個海產內的這個東西 更不能進口 這危害健康是非常的嚴重 但是中央有益 有條件的開放我們日本食品 這個核災這個食品 但也不能保證這個核災食品是絕對的安全 雖然市政府還是有想做非常嚴厲的一個把關 但在礙於我們的法令的限制 我們地方最高的法則只到一個10萬塊這樣子 雖然是不痛不癢 但是本習認為 事務也不能說沒有作為 針對這個問題 尤其進口的日本食品 雖然是有產地的這個標示 但是你也不能保證 它的產地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它不會做價就對了 所以說也不能保證廠商不會作假 其實我們日本的這個食品 它最大的一個出口國 就只有台灣跟香港 其他的國家幾乎都不去吃他們的東西了 所以說大家想一想 不禁日本的這個食品 不禁日本的這個食品 也沒有 一定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吃的嗎 一定要進口日本的食品嗎 不禁日本的食品 不吃日本的東西也不行嗎 大家想一想嘛 對不對 所以說生命本來就是無價的 如果我們是不能把安全的把關 因為我們市民做最健康的一個把關 本期還是建議 我們還是全面的禁止 我們日本的食品 在我們高中市來流通 請問市長針對這個問題 既然沒有很難把關 我們與其這樣子 就禁止我們日本食品 在我們高中市來流通 針對這個議題 簡單請市長回答一下好不好 市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本議員 只要為止 福島地區受到這個 所有核能影響的這個地方 它的食品是不能進口 福島地區到現在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立場都很清楚 保障國人的健康是我們的責任 嚴格的把關也是我們的責任 那我只是跟方言提到 如果會福島地區 所有的這些有五個縣 這個部分它的食品 到底有沒有受到輻射的影響 這個有科學的證據 我會認為這個可以理性的討論 那現在還有公聽會 會經由專家學者 中央政府會聽起大家的意見 那我們非常感謝高雄市議會 針對這食品的部分 大家不分坦白 也都是來表達我們嚴格把關 這個我們都支持 但是我希望方議員知道 高雄市也有很多的農產品 是外銷到其他國家 基於WTO的精神 我們有出有進 但是我們如果有受到輻射影響 當然政府必須嚴格的把關 禁止引迪爛台灣 整個歐盟的標準 歐美國家的標準 對我們高雄市中央政府 我們會要求 向全世界先進國家的標準 只要任何一個國家禁止它輸入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的立場非常清楚 謝謝 市長 剛才我表示的意見 重點在於說 雖然核災地區不能進口 但是廠商還是很容易作假 你知道產地 商人本來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只是擔憂它 雖然是核島的食品 然後搞一個東京來進口這樣子 你說東京沒有問題 但是絕對是有問題 問題是我們現在我們中央政府 現在對我們核災食品的這個把關的問題 這個檢驗的問題 都是還是在一個還不確定因素的之下 還是沒有能力 絕對還是沒有絕對的能力 尤其我們的海產 那個市長知道嘛 那個海產 那是黑白油 油到剛才你不知道 對不對 這些東西 日本人 都不知道 當然是你說 那就是做這個 有什麼事 政府的貨品 我們去看 市長 都沒有人家 都沒有人家 突然說 健康的東西 銷到台灣 我們把健康的東西 銷到日本 到底這樣我們划算還是不划算 當然不划算 我相信在座幾位我們所有的議局主管 日本的東西你們覺得吃嗎? 絕對不吃嘛 對不對 你覺得保證那個東西沒有做過 那個東西是健康的 沒有人覺得保證 那個魚沒問題 那個海鮮沒問題 對不對 當然在考量上 我們不能這樣講 但是心理上絕對有這個因素存在 所以說拜託市長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為我們市民健康 高雄市政府還是要有所作為 針對這個問題 我請衛生局長 你稍微回答一下 因為這還是 我知道你也是受到很多的委屈 你可以表述一下 來 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對於這樣的食品 是不是有遭受到輻射污染 而保持說會危害人體健康 其實是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 那其實這裡面有包括兩個層次的一個 一個是說 第一個我們要檢視一下 目前我們所規定 目前是禁止進口 那目前我們國內的規範 是不是有符合到我們科學規範的規範 這是第一點 但是第二點其實也很重要 是說最近這幾年的一些醫學研究也顯示 是說其實還有包括是心理的因素 心理的因素也必須要考量在裡面 所以整體想起來 因為我們知道這裡面其實現在兩個比較複雜的 一個是我們的所謂的隨機效應 因為有些輻射的一個隨機效應是沒有安全值的 但是有的是劑量效應 它是有安全值的 那沒有安全值的部分 就變成是我們在心理因素上面很重要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想這部分其實是應該回到一個 因為對於整個目前是沒有進口 那未來的話 基本上是第一個 符合科學依據的部分 我們可以作為一個主要的探討的基礎 但是接下來的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我們是不是要比目前的科學依據 要更為嚴格這個部分 那我們如何去執行 這部分其實我們是另外關切的 那我想是大家要所關切 其實你講說科學依據 因為到目前我們市政府 根本就沒有能力去做科學依據的分析 對 你如何來管制這些核在食品 根本就沒有辦法 尤其很多都是從地下管道進來的 標示著日本進口 這樣子 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為什麼本席一直強調說 我們即使沒有辦法阻止它進口 但是我們可以要求我們市民朋友 不要盡量去少吃日本的食品 這也是一個方式 甚至也還是有點作為 上次你講說 十萬塊好像不痛不癢 但是局長你想一想 雖然進口商我們沒有辦法去抵制它 但是我們絕對有辦法去找通路商 一個採法 一個通路商你只要十萬塊 十萬塊的 我說還是不得了 對不對 還是有辦法 通路商沒有辦法生存的話 自然進口商就沒有辦法生存了 是這樣子 所以希望你能加油一下 我知道你受到很多的委屈 但是還希望你加油 前面我們市民朋友的健康 大家都一起把關這樣子而已 不分你我這樣 謝謝 謝謝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接下來這個議題 接下來這個議題 這針對我們燕潮區高市市縣 這道路的扣關工程 是不是請新公處 簡單來說明一下 已經開了兩次的說明會了 現在到目前為止 現在到底怎麼樣了 是說明一下 來 來 可以 來 部長請到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高市市這個部分是 那個 因為這個 一八六移動 差不多六百四十公斤 現有的看法是六幾百米 特寬到十二米 簡單說明時間的關係 現在結論是怎麼樣 現在結論 現在結論就是 是蓬核材的協調一樣 土地由地方來協調無償提供 政府來辦理這個道路開範 這個案子 你講的重點 我再請問市長 你要去拍人的路 叫人土地叫無償給你使用 天啊,我剛第一道聽到 對對,我剛第一道聽到 你已經經出那麼多經費 錢有錢不錢來補充地主嗎 對不對 你叫人無償給你使用 再換這個財責的領導人手用 領導樓叫你拿土地這樣 要給別人家的手 我今天就叫人家幫你拍樓 沒有人要這樣 總統你處理的嘛 對不對 你要去開說明會之前 你一定要說我到底準備好了嗎 我這些錢已經準備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記得中央已經補助給你了 你叫人家的土地無償給你使用 我不知道我到底 這是要怎麼按那條路 要怎麼扔下去 對不對 首先 不簡單 請出那麼多錢 讓市長 稍微聽一下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起碼有一個補充 你不是說要補充多少 但是大家說 財政買的時候 你心裡說補這麼少的 大家也許可以接受 但是你叫人家無償使用 給你提補 齁 這條路你看你要怎麼扔 黃議員 這是那個 這個教委當時 要提補進行 地方的訴求 他說他無償提供 叫我們去 政府經費 來開判道路 這條路 不是你一個人 你做主的 對不對 怕道路無償使用 我是第一道聽到的 對不對 所以拜託市長 不敢我們 請出那麼多錢 拜託市長 這人是不是 沒多少錢 他不是說 這個福內鄉 道路很多 還是輸他們 還是這應該沒多少錢 是不是 你不敢我們請出 這麼多經費 是不是 市長 這部門 可以稍微處理一下嗎 市長 我們可以回答一下嗎 來 市長 道路 謝謝 這個透寬 在差不多八公尺 透寬到十二公尺 多六百四十公尺 但是對我們 黑來行未來 這是很好的發電 這個整個 那裡 六百多公尺 必須要發揮 五千多萬 所以市政府 當時在跟地方協調 地方表示 他的地方 叫我們補償 這我覺得是合理 他覺得是四公尺 他動議 當時是希望五場提供 現在地方我們好不容易 跟中央爭取的四千多萬 現在 我想至少從方議員 你剛才的指數 我知道 地方現在要求 土地要有償 給它保養 現在意思是不是 是啊 沒有 這個部分跟頭 他跟我們做的承諾不一樣 沒關係 可以做 我就盡量做 不可以做 也不可以做 沒有錢的工作 就是說 我們可以 給他分析 這個規模 這是開拓 開拓的使用 保障 為我們可以分析 給他 總是不能 我來了解 好吧 我來了解 我會認為有些時候 地方 大家要求市政府 開闢道路 的時候 所做的承諾 然後他看到 我們跟中央政府 好不容易爭取到 整個這樣的一個 所有生活圈道路 又有一些 那我的原則就這樣 我們能做 在市政府能夠爭取到 我們只能做 不可以 就不可以 謝謝 你看像我們這個 整形這樣 不甘我們整出來的錢 叫市政府 這裡沒辦法錢 讓他們補充 我們就只差一條錢了 但是你只要你說 你這樣想 沒有一個人 他們都要補償 給人提供使用 沒關係 我們了解 好 謝謝 接下來 我針對我們 點飽區 這個系統的一個部分 點飽區 可以經過 這河流經過了 我們大社燕草 還有子官 橋頭四個區 但是點飽區 點飽溪 跟大寮排水 是經過我們 鋼山的一個地區 過去整治非常的久 但是 時常我們大雨來的時候 這我們比秀的一個地區 中下游 石樓潭 還有我們點飽溪 還有子官的點飽 還有我們比秀地區 都造成很大的 一個淹水的部分 一個情形 所以 今年 雖然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的 鋼山 做了很多的製紅池 但是還好 今年雖然是有 滿意的一個現象 但是還是沒有造成很大的 一個災害 這是非常 非常 一個不信中的一個大幸 剛好有一個致紅池在 但是接下來 我要請問局長的是 在我們點飽溪這個溪流 這個溪流 這個部分 大家注意看看 下游的部分 大家注意看 從湖灣橋開始 它的水量反而是 是減少的 但是上游是大的 等於說 你上游水很大工 你上游水 你上游水 會減少 不然這樣 鋼山地區會淹水 你有看到這個數字嗎 局長 有看到 上面的水 甚至它的水流量 是高的 到我們下游的部分 反而是減少的 所以這才會產生 我們鋼山地區 很大的一個淹水 一個部分 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你甚至你看一下 從這個 湖灣橋 湖灣橋這個部分 水流量從525 極速降到350 這個部分 也許市政府 這些水域局 沒有考量到以前 我們這個部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淹水 請局長 是不是簡單回答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那這個規劃是 那個水利署這邊規劃的 那在整個流域的中間 當然規劃了很多自洪池 從那個點寶C的A自洪池 B自洪池到F自洪池 那這些自洪池 就是在調紅 這一些目前的這個尖峰流量 所以議員剛剛所提的 這個規劃報告裡面的數據 其實他是利用 旁邊的這個自洪池去做調紅 你利用旁邊的自洪池 調紅 自洪池只是一個局部的時候而已 你的長期大雨量的時候 根本就受不了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說 今年那個點寶C已經移交到我們 那個市政府了 其實很多的規劃 還是我們在我們市政府裡面 以前做不好的 現在我們就是要如何把它做好 我講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看之前我從來都沒有跟你提點寶C的問題 為什麼這一次我才開始提 以前我們沒有辦法做好的 現在市政府我們應該接下來把它做好 以前所犯的錯誤 現在如何做一個改善 才是最重要 你包括我們現在 包括我們自洪池這EG 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市長你有看到嗎 你看包括這球 這樣 你這個水你是要怎麼再掃 大家都讓這裡掃掉 你告訴我 原有的工人只剩下 我看就剩一半而已 因為市長你如果看到 整個桿子都已經蓋起來了 整個都蓋起來了 你沒辦法 就參選 它的洩洪都沒有達到那個功能 流量就沒有辦法達到我們原有的設計的標準 那不然就 會溢出來 就慢出來 所以產生過過 過去不行就你做水災這樣 所以 這局長我是你告訴我 整理這個這點 已經要 積極地討論 過去 我們Tempo K 有什麼 周遭會淹水的一個部分 我們如何以後 如何來做一個改善 這才是重點 這樣子 另外 局長 你有看到這裡嗎 這是Tempo K 這個 如果你在附近這個提案 你有看到這個有什麼意義嗎 這個部分 你有看到有什麼意義嗎 有下陷 有下陷 這個大概 大概有十公分的一個下陷 寬度大概有十五公分 長度要有十公尺 大概有十五公分的一個寬度的一個下陷 這非常的危險 這非常的危險 這也萬一 如果下大雨來 整個奔體的時候 提案奔落的時候 你看這裡是不是又會大水 還有多少人要遭受一個 淹大水一個困苦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部門局長 你不知道有什麼 它會奔落 會裂開 你知道嗎 你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過去的整個戶案 都是核川局做 那有些比較早期 那跟議員報告就是 這個核段目前 今年度 還是六核局這邊在管理 那這個案子已經有報到 那個今年度六核局的災修工程 一千五百萬 所以在今年度的大概年底 就會開始施工 你有看到有什麼原因 它這個會 會有一個 一個 類訪 產生一個類訪 你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這個原因有很多 其實也跟旁邊的這個 清淤的深度 還有以及它過去施作的 護岸結構的強度有關 局長 你也不記得 那個 旁邊剛好是污水處理場 旁邊剛好是一個污水處理場 它在施工的當中 到底有沒有做施工中的監測 這才是最重要 現在問題產生 究竟到底要怎麼來處理 問題都撒到市政府 撒到什麼人 你要去了解說 到底這個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不可能是無緣無故它就會產生這個類訪 所以局長我拜託你說 這污水處理場在施工當中 是不是產生了這一個地方的一個類訪 那真的是他的博文 叫我們專家 叫我們檢測單位 我們市政府可以委託檢測單位去做一個勘驗 勘驗 那邊假如是我們的廠商的問題 當然是要跟廠商求廠 不是我們市政府要不使得要出錢出錢 這樣 啊大家到時候手上做 事情到最後都沒有事情 這樣 齁 整理這個博文 那個市長 是不是辦事要毀坎 最少毀坎之道 這樣 可以嗎 這個部分我們約污水廠的施工廠商 然後一起去現場再做勘查 那也通知議員 好請坐先請坐 接下來我們就是我們 這 比秀這排水這整治工程 我們點保溪 這留意 比秀這排水整治工程 目前有倍內三億四千五百萬的 很多 也是很多 但是發錢的市民 一定要看到成效 今年我們比秀社區 還是沒有辦法逃離 淹水的命運 我們嚇到那個必須 還沒辦法 逃過這個淹水的一個命運 本時認為這就是我們比秀排水 這個整治不利所導致的 9月28 這個水淹我們比秀裡這個情形 本時的今天歸了 還有兩點跟我們水利局來做探討 有沒有看到這個排水系統 這個戶岸 這等於是它在設計 我不知道怎麼設計的 高低是不一樣 有些高有些低 你在這個低處的時候 這個戶岸 這個戶岸 反而比較低 所以這個水當然 也不然過了 你看到這個草你就知道 水都不然過了 對不對 你在比較低的地上 就是你的高層沒有做好 高層沒有做好 你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高層就沒有設計好 所以在比較低似的地方 相對它的戶岸就要比較高 比較高的地方 你就可以比較低一點 所以說 這可能是有點落差 所以 從這個照片 我們就可以看出 這個絕對是 是不是有設計錯誤的一個情誼 簡單請局長回答一下 來 保護 店員報告 其實在整個新設戶岸的高度 都有照規劃報告的高度來做 那議員所提的 因為這一次 煤激颱風過後的這一個豪雨 那它的整個降雨量 主要是在點寶溪的上游過大 那點寶溪的水位擁高 造成這一個 剛剛上片的這個位置 它有異流的現象 那議員所提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去檢討 原來的規劃報告 是不是這個高度 局長 照你說 你京東點寶溪的 筆鏽整治工程 做得非常完善 為什麼筆鏽地區 等一下我再問你 我再簡單問你就是說 這個河道為什麼 它有做這個東西是做什麼 會把河道縮小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個不是河道縮小 因為我們有河道固定的寬度 你做這個河道 互換在這邊 你做這個部分 是做什麼用途的 你簡單回答我一下好不好 根源報告 那個是原來的一個河道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增加 它的防洪功能 把那個擋水牆這個部分 再加上去的 照理講你假如是這樣講的話 怎麼會有放一個河道 這麼大塊 這麼大塊 一定有它的用途 就是你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這裡就是景觀工程 你在這一個偏僻的地方 這我給它開過的 那個說明費 我給它開過 你就是這個景觀工程 你這個在這個偏僻的地方做景觀工程 除了開景以外 你的管理維護你是要怎麼做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管理維護 這是 這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而且你看你看 這是上海黑的 你看這河道這麼漂亮 上海的給你看 對不對 所以說 局長 針對這個問題 還是要怎麼如何去改善 你河道 獨家開始 就獨家開始 這絕對有 相對有它的一個問題存在 所以說 這未來還是維護 還是會產生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包括 你看看這裡 在設計上 這比秀橋 這個河道已經這麼小了 你中間還要做橋墩 那整個東西 如果水到來 太高又撤掉了 那水不是太多人 又抹出來 是不是 局長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太多人抹出來 你前面你看 這就是 他抹出來的痕跡 他們過百人的房子 站起來 所以說 你要看這個部份 像幾個人 這是怎麼改善 反而比較重要 這怎麼去改善 這怎麼去改善 你跟議員報告 其實比秀排水 目前在這個比秀橋上游 還沒有施作 那用地取得以後 六合局這邊會盡速來發包 那議員剛剛提的這一個 因為他整個用地的寬度 我們徵收的有限 所以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只能用這個防水牆這邊來施作 沒有辦法把整個斷面 一直在加大 我是說中間這橋墩 這橋墩 也是因為橋樑本身 當初核道用地的這一個 那個寬度受限 那其實我們也有考慮到整個 排鴻上面的阻塞物 這個應該是 你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你要考量 你有錯誤的時候 你趕快就要 如果延伸 你要怎麼把坡墩拉高 這就是你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都要考慮在裡面 人家現在你做橋 盡量不要有橋墩了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啊你這一個河道 你還要做一個地方 做一個橋墩 你要看這裡整個都撤掉了 如果泰哥要來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不是什麼 還撤掉了 那鏡子不用再說了 這要怎麼改水呢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看到也知道 對不對 這是未來我們在設計橋樑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局長不是在責怪你還怎樣 做錯我們就要趕快如何改善 大家就是要替我們視頻朋友 要怎麼改善這個水災的一個部分 不行我們趕快改 這樣而已 沒有人永遠都不會做錯 包括我哪不可能永遠都不會做錯 錯了我們就改 這樣子而已 請坐 比秀里位於我們這個地瓜地區 每次來 洪水來就是淹水 但是呢 比秀里每次就是要等到點寶溪的水退的時候 才有輪到它的水退 前三年我們在整治我們比秀里的這個排水系統的 一個說明會的時候 本市也強烈的表達說 如果只是整治我們比秀里這個排水的一個工程而已的話 絕對是沒有幫助 因為比秀里本來就在一個比較低歪的一個地方 一旦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加上我們抽水站才能徹底解決 因為比秀里地屬地瓜地區嘛 每次如果洪水來的時候 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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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波的水 這麼高 它都流不出來了 所以 真的我的說明會 我就一來強調 一定要設計 我們的抽水站 比較好可憐 說 它水來就能誰抽出 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部分 局長你是不是 我們再說明一下 我整天會有說過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議員當初提的意見 我們在 上次水規所這邊 水力規劃試驗所 經濟部的單位 在做規劃的時候 我們也有提供給他參考 那但是目前我們知道的去開過幾次會的規劃 他是在 比秀排水的上游的地方 他也是規劃是做一個台塘用地 規劃至紅池的方式 那因為 一直用抽水站 在市區裡面 第一個要排除那麼大的一個水量 要抽的這個水量的量體非常大 那水規所目前的規劃 還是用自紅池的方案來去解決 自紅池只是一個稍微短暫的一個時候 長期的作用大水來還是希望抽水站 因為自紅池一定沒有那個功能 他是處理這個尖峰流量 自紅池只是尖峰的一個少許流量 那大雨比較好 一點點兩點就解決了 都如果是 大家連續要滾六天啊 議員報告其實 從那個點寶溪的A自紅池 你告訴我為什麼這次 比秀里還是繼續淹水 剛剛 我跟議員報告 比秀里這次淹水是 整個點寶溪的水位佣高 那點寶溪水位佣高 是整個降雨量超過原來的設計標準 你就要說點寶溪水位會拉高 水位拉高 才產生了我們比秀里的一個淹水 這不是只有一道點寶溪水的水位高而已 只有洪水來 只有大雨來的時候 只有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 叫你為什麼一定要設抽水站 抽水站的時候 你水位高的時候 去我們比秀里的水可以抽出來了 對不對 你如果每天都照白板 電波卡的水流了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裡 油白了 油到油 他這電波卡沒有水來的時候 我們比秀里在討 比較有這個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才一直要求說 一定要有抽水站 你看我們過去五個月 過去不是淹水淹成這樣嗎 他做幾個抽水站之後 現在有事情嗎 現在如果沒有淹水啊 現在如果沒有淹水啊 對不對 為什麼抽水站會這麼好用 你可以在我們點寶溪的提案 稍微加高一點 然後把即時水馬上給他抽出去 對不對 這才能確實去保障這個地區的人 的一個生命跟財產 今天這個部門 我希望說 抽水站還是最好一個方式 拜託局長 慎重的一個考慮跟規劃一下 可以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做評估 那還是跟議員說明一下 其實這幾年 點寶溪AB自動池完成以後 比秀排水那邊的淹水確實有減少 減少還是淹水啊 減少 你說的減少 但是還是淹水啊 這一次 永遠不能保證說都不淹水啊 超過 過去五個月不是天天都淹水嗎 你就再一次強調 過去五個月也是天天都淹水啊 他增加了幾個抽水站以後 他的排泡系統增加以後 他整個也是都沒有淹水了 對不對 同理心 你如果住在比秀里的時候 你每天就在那裡淹水的時候 你要看他看他們的地方好了 大家的東西都都要墊高 他的生活用品打航的都要墊高 你如果住在這個地方 你會覺得怎麼樣 吳家瑋那個地方 他是把他的一個防潢功能增加 其實他嘉興路那個地方 路面下大雨的時候還是會淹水 我給你講的意思說 除了改善我們排水功能以外 你還要外加抽水站 才能把排入我們的排水系統的水 即時的抽出去 不然你只留到我們排水系統裡面 是沒有用的 我是這樣跟你講 不是叫你排水系統的 有一個安全的一個抽水站 這樣可以 拜託啊 甚至我在這裡 拜託市長 李秀也真正在那裡 你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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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方議員 執行完畢 休息十分鐘 解 군 解發